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杂志封面 我们来看星周刊 这封面话题是不想过年 没几天就过年了 有人都已经到家了 有人呢还挤在那回家的路上 还有人在纠结呢 要不要回家呀 为什么呢 因为怕回家 怕催婚 怕被问工资 怕被问有没有买房 怕这个这个跟老同学聚会见面啊 所以呢 当年罗永浩还没做手机的时候啊 哎呦 就曾经说回家过年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陋习 你看都成陋习了 罗老师用这词呢 也挺这个锤子的 那些不想过年的恐归族啊 估计呢 很想穿越到另外一个时代去 什么时候啊 民国时期 因为那时候啊 政府规定是不准过年 当时啊 民国政府发文 不用农历 改用公历 公历新年 1月1号 叫做元旦 而农历的新年呢 就换了一个名字 叫春节 春节的说法是由此而来啊 所以呢 咱中国人 过年都过了几千年 但过春节呀 其实也就是过了一百来年啊 后来啊 民国政府呢 更是规定要废除这个农历年啊 改为过这个公历年 什么放假呀 庆典呢 祭祖啊 拜年 帖春联呢 都放到公历新年的1月1号来进行 人家还上纲上线呢 说那些过旧历年的人 都是老顽固 都是反对民国的啊 可是啊 老百姓啊 不把这禁令当回事 还是按照老规矩来过自己的农历年 你像鲁迅 他就反对过年啊 但是呢 因为政府不让过年 他又觉得我过年挺好的 他就曾经这样写啊 十多年前 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 我是反对的 现在呢 却心平气和了 觉得倒还热闹 买了一批花炮 明晚要放了 你看啊 过年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那是无法撼动的呀 现如今很多人不想回家 最大的原因就一个 不能够一锦还乡 这过年呢 都成了攀比了 成了一个成功人士表彰大会了 那些三十而立 却没有立起来的 四十不获 还在获的 当然就不想回家过年了 但是啊 我们正在由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的契约社会 每一个人呢 都有了更多的自我 不再需要用单一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来评判别人 所以今年过年 咱为什么还要按照别人的意愿来过年呢 是时候咯 该大声喊出 拒绝宣言啊 回家过年 亲戚朋友在问你有没有买房啊 你就可以说我拒绝买房 就像高晓松说的 以现在的房价 普通的买房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 是父母出钱资助的 那是啃老 第二种呢 就是当房奴 牺牲太多的发展机会 典当梦想 换来房子 所以啊 咱不妨大声的说 我不买房 我买梦想 人家又问你啊 你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很辛苦吧 你看隔壁王叔叔的儿子 考上了公务员 多稳定啊 这个时候啊 你不妨说 我拒绝稳定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这世间哪有什么永远的稳定呢 不过是蚕食斗志罢了 另外今年过年 你还可以拒绝一些东西 拒绝同学会 同学聚会 那是有人炫富 有人炫官 也有人呢 争着抢着假装要买单 以此来寻找他的存在感 一群价值观 没有交集的人 用百无缭让的酒局 串联到了一块 最终啊 你也许只能在心底默念 哎呀 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爱情 关于文学 关于世界 如今 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我们回到这封面 不想过年 要我说呀 如果没有物质的名利的困扰 自然就能过上一个 舒心的快乐的年 有了这样的心态 哪一天都能过年 好 接下来是环球人物 文章标题 食物是生活的轨迹 过年最大的一件事呢 就是吃啊 各种胡吃海喝 传统春节的意义啊 就在于 敬天地 李神明 庆团圆 分别对应的呢 就是自然 鬼神和自己 这都离不开吃 离不开食物 而且呢 很多东西啊 都是先进鬼神 然后自己再吃 说到吃 最有名的吃货 当然就是舌尖中国的总导演 陈小青啊 最近啊 他出了一本书 叫 智慧在人间 卖得好啊 登上了畅销书的排行榜啊 其实啊 陈小青 想给这本书取的名啊 是另外一个名字 叫 最好吃的是人 不是好吃啊 是好吃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呀 你吃什么 在哪吃啊 都不如跟谁吃 来的重要 人间智慧啊 往往就酝酿在人和人之间 所以的名字就叫 最好吃的还是人呢 不过这名字太惊悚了 过不了审察官 就放弃了 在春节 吃什么呢 也不重要 跟家里人一块吃 才是最最重要的 美国学者呢 写过一本书 叫饮食的社会学 他在这个书里啊 分析了一个现象 人 为什么要定时吃饭呢 早餐 中餐 晚餐 定时吃这么三餐 为什么不是随时饿了 想吃就吃呢 因为啊 这定时吃饭啊 就是为了跟别人一块吃 你三餐定时 就是要将人们 从劳动当中 找出一个短暂的间隙 回归生活 啊 春节的年夜饭 就是要把我们 从社会人 变成自然人啊 从繁重的工作当中 走出来 成为家庭的一份子 舌尖上的年夜饭 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 分享的呢 不单单是那吃的 而是亲情的温暖 他要让一切奋斗啊 都有了真正的价值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足球 中国足协 大张旗鼓的新一轮选帅 那前几天的报名呢 已经截止了 足协通过这个官网啊 发布消息 说总共收到了 45名教练的竞聘材料 除了高宏波这一位土帅外啊 其他报名的呢 大都是一些外教 其中包括巴西国家队的 前主帅纪科 意大利国家队前主帅 普莱恩德利 还有阿根廷国家队的 前主帅 比尔萨等等 之后 中国足协会对他们进行面试 最终来确定新主帅的人选 那有人就说了 与中超球队教练竞聘的火热相比 这国足率位的竞争并不热闹 虽然报名的人数看上去挺多的 但真正的顶级有名气的 有实力的 世界级的名帅 太少 而业内人士啊 就分析 这与国足选帅的方式有关 你看啊 这一次这个国足选帅啊 他采取的是公开报名竞聘的方式 说白了 那是海选呢 按照规定 你要想竞聘 你必须要提交这个这个简历 而且呢 还要参加什么面试 这么一种选帅的方式 你放眼世界足坛 那也是少有的呀 完全以国际惯例呢 不符 试问 哪一位世界级的大牌教练 会通过发邮件来报名呢 对于大牌教练来说 交简历竞聘 这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呀 调身份呢 三顾茅庐的故事呢 咱们都知道 这世界级的大牌教头啊 您得要上门去请 人家不会主动投石问路的 虽然这一次呢 也有不少洋帅呀 递了简历 但真正说起来 季科贝尔萨普兰德利 这几个人 他能算是世界顶级名帅吗 普兰德利 虽然有执教意大利国家队的经历 可战绩呀 真不堪回首啊 2014年 被加拉塔萨雷俱乐部炒鱿鱼之后呢 一年多都父闲在家 说的难听一点 那属于下岗再就业比较困难的 还有呢 季科啊 虽然也执教过日本队和伊拉克队 比较了解亚洲足球 不过呢 都已经有些过气了 去年这位62岁的老帅 在印度超级联赛 找到了新工作 但过的呢 并不好 可以说呀 这些候选人很难令中国足血满意啊 这球迷也未见得就满意 对中国球迷来说 真正的这个世界大牌 应该是李皮 斯科拉里 埃里克森这个级别的 这报名的杨帅不给力 那土帅方面又如何呢 曾经执教过国足的高洪波啊 他是第一个递交简历的 他曾经在2009年到2011年期间 担任中国国足的主帅啊 还一度让中国队的国际排名 串升到了第69位 不过后来啊 被卡玛乔抢了饭碗 这一回呢 高洪波就说了 此前的下课并不代表失败 反而呢 带给他更多的经验 这一次啊 报名参加竞聘 也是想再次为中国足球男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哈 国足前任主帅 佩兰在执教总结当中啊 就特别提到了这个高洪波 认为他是国足新帅的有力竞争者 球迷啊 好像也蛮看好他的 大家都觉得啊 如果请不到真正物有所值的大牌洋帅 还不如用这性价比比较高的土帅 而且呢 未来几年 国足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大赛 你前行打造年轻队伍 像高洪波这样的土帅啊 更为适合 在这儿呢 我们也想说啊 国足选帅 耐心等待呗 好 接下来进入板块 杂志标题 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标题 春节追剧指南啊 过年期间刚好有一大波美剧袭来啊 在这之前 从元旦到二月份啊 这个美国各大电视台啊 他正好有一个间歇期 他不放这个新剧 只播这个重播剧啊 他们要借这个时间呢 来修整一下 为接下来的剧集呢 好安排 做准备 放大招 咱们的春节 正好是他这个间歇期啊 结束 这个美剧呢 就推出他的新剧 为了给2016年定一个好调啊 他们会把压箱底的好剧啊 给拿出来 从二月份开始 由14部新剧推出 16部老美剧回归 你比如 美国最暗故事的最新剧集啊 他拍的就是辛普森杀奇案 演员都是些大腕 出演这个辛普森辩护律师的呢 一个是老友记的罗斯 一个是变脸的特拉沃达啊 那都是咱中国观众啊 很熟的啊 当年这案子的判决公布前呢 美国的长途电话使用量都少了一大半 那个股市交易量都萎缩了这个百分之四十 医院呢 暂停做手术 工厂的生产线都停工 有人说啊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生产力的半个小时 辛普森案 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剧本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部剧 叫奥古贤七 他推出第七季了 在美剧里啊 能拍到第七季啊 那绝对是好剧啊 不得不说 这部剧里呢 每一个人的表演都那么赞啊 每一组对话都暗藏疾风 每个律师呢 都巧舌如簧 女主角啊 更是包含了所有美女能拥有的所有所有的优点啊 你比方说美丽 时尚 贤惠 还会赚钱 能抗压 懂教育 会社交 看成是美国的汇方啊 同时呢 这又是一部有励志有功斗的利证据 你瞧瞧 春节你不愿出门走亲戚 就不妨宅在家里刷美剧啊 好 接下来是中国经济周刊 文章标题 网络视频收费时代来临 前不久 视频网站的高管呢 是齐聚论坛 展开了这个头脑蓬包 这些个大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收钱 视频网站呢 准备放弃以前的免费模式 要进入到一个付费的会员时代 2015年 这视频网站 因为一部电视剧 就意识到 哎呀 咱们得收钱了 哪部剧啊 盗墓笔记 很多人呢 等不了一个礼拜一集 就说太慢了 我愿意呢 花钱 让我提前看 可以不 于是 这网站说可以 他就推出了一个新模式 VIP会员 抢先看 结果 五分钟 就有两百六十万个付费的会员 人家网站的服务器都当机了 哎呦 其他视频网站一看 好家伙 这模式好啊 能收钱呢 咱也都学过来呗 看见没有 视频网站的电视剧 将来不再是那免费的午餐咯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航拍山东农村的年货大集 这快过年了 大家伙呢 都忙着选购生鲜水果 烟酒等年货 瞧着架势 全是买买买的节奏啊 长春一座雕树 被穿上了花缅裤 这雕树的现代感 与缅裤的传统年味混搭 好一个最炫民族风 前不久武汉大学图书馆发布了2015年度阅读报告 大四的学生啊 王岳以一年阅读653册图书的数量夺得了读书冠军 这也是他第三次夺冠 近些年来许多高校图书馆呢 他都会发布年度阅读报告 比如华中师范大学 大三的学生叫李月 就凭借464本图书的借阅量啊 成为读书冠军 你看一个叫王岳 一个叫李月 都爱阅读 这爹妈名字起的好啊 不少人就感叹啊 一年看这么多书 得看得过来吗 其实啊 他们有些书呢 那是精读 有些书啊 也是贩读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与社交网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把大量的时间还是用于阅读啊 当下国人的阅读状况真不理想啊 有数据就显示啊 但中国人 人均的纸质图书阅读量啊 还不到五本 一年都没读到五本书啊 是其他国家阅读量的十分之一啊 如今的很多人 都被嵌入到各种社交网络上了啊 为了维护人脉 就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另外呢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 人们又患上了各种症啊 什么网络依赖症啊 手机依赖症啊 这就不搁逼便 带来思考的惰性化 带来阅读的快餐化 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在阅读数量上追捧和赶超这些的读书冠军 但我们呢 可以像他们一样 少刷微博 少玩微信 多腾出些时间 多看那么几本好书 还是那句话呀 阅读 让生活从此不同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第一财经周刊文章标题是公众号太多也是一种毒 以前说到的这个公众号啊 多半都是企业呀 或者杂志媒体的比较多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很多个人他也开始办起了公众号 说一句不夸张的哈 开公号的人呐已经比订阅公众号的人都多了 这是个个人公众号啊 他们有的是教你怎么搭配衣服 有的是教你怎么养狗 有的呢 把自己拼搏奋斗 励志的经验一股脑写了出来 有的呢 就告诉你怎么放松心灵 享受当下 总而言之吧 但凡自认有一技之长的 作文又上了六十分及格线的 都在做公众号咯 当人人都做公众号 这公众号太多了 也真就成了一种毒了 这做公众号啊 可不像发这个朋友圈哈 今天发了 明天可以发 也可以不发 为了吸引粉丝啊 为了公众号 你就必须得不断的更新 可问题是 就算想破了脑袋 也没有那么多可写的呀 于是乎 我们就常常看到哈 明明是教人 怎么找工作的公众号 这包袱抖完了 就教人怎么做早点 早餐的菜谱啊 也耗尽了 就开始发自拍照 写观后影啊 甚至呢 路边拍到猫猫狗狗 小花小草 他也抽一篇文章 立马发出来 这个时候啊 你都不好意思提醒他 说哎 你原来是想写 什么来着呀 这做公众号的人难 做这些公众号 写手的朋友也难 只要一发新文章 立马就找你来转发呀 作为朋友 抹不开面子 转呗 可转了还没完呢 你还得硬着头皮看完 以便应付他问你 你看了吗 你觉得我写的怎么样 更惨的是啊 你认认真真看完 给出了意见 对方听了之后呢 反而玻璃心了 这是我好不容易写出来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来理解和批评呢 有人就感叹呢 求转发可能是朋友之间 除了借钱和推荐股票之外 第三上感情的事了 我们回到文章标题 公众号太多 也是一种毒 用那么一句老话 那就是好好的一个人 你怎么就做公众号了呢 这几天娱乐圈是特别热闹 不过呢 不是明星自嗨啊 而是娱乐圈的父亲节来了 咱打开热收榜一看 黄子涛和蒋进夫爸爸 已经攻占了头条 黄子涛不用我多说 小鲜肉一枚 跟陆寒吴亦凡 曾经是一个组合的 他的明星之路啊 有点与众不同 他属于自黑一派 他的各种搞怪表情包 是常年盘踞到朋友圈 前不久啊 他的爸爸接受这个人物杂志的专访 全面开拔自己的创业历程 用四万现金从马坛起步 干了十多年 有了现在两百多亿资产的大公司 为了儿子呢 超级能跨界 他考医师资格证 担当明星公关文案粉丝管理 还放出豪言啊 说历志啊 在三五年之内将儿子的小公司 带到华仪的规模 不少人惊呼啊 原来滔滔成功的背后 有一个超能的爸爸 这滔滔已经够擅长这个自黑了 这爸爸这次的神助攻 传递了一个道理 自黑好像是带有遗传特效的 这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最近 南星这个蒋进夫与经纪公司呢 打官司 还没有宣判呢 他爸爸呀 发了一篇长微博 细数着公司的六宗罪啊 说真的哈 这事呢 其实就是明星员工和明星公司闹掰的事啊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这里边肯定有各种爱恨情仇 既然都已经交给法院呢 你就安心等待判决呗 谁知道啊 蒋爸爸恩爱不住啊 出来发声 结果又引发了各方口水大战 这经纪公司呢 还特地发函 说要采取法律措施 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照着架势啊 保不定又要摊上另外一场官司哦 说起来哈 如今的娱乐圈好像挺流行 把这个爹妈搬出来当救兵的 你像去年成贺离婚 这成贺妈妈呀 出来求大家放过儿子 张子怡的父母呢 也曾经出手写过声明 希望大家祝福汪峰和张子怡 那马一利的爸爸 当年也是挺身而出 为了维护女儿的家庭 发微博深远文章啊 父母担当助攻 或许啊 能以父母之名 打一手亲情牌 暂时呢 平息舆论 但问题是 你让上了年纪的这个父母 面对如今纷繁复杂的网络 这老人家能够成熟的注吗 有的时候啊 即便父母上场 也未必有多大作用 甚至有的时候啊 都有一些个反作用 还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要我说 这明星有时间搞公关 还不如趁机闭关呢 多陪陪爸妈 把之前欠的亲情债给补上 多好啊 好 来看最新一期的财星周刊文章标题 AI颠覆围棋 人还剩下什么 一个问号啊 前不久啊 这谷歌团队制造的阿尔法围棋 也就是标题说的AI啊 战胜了欧洲的围棋冠军 哎呦 这是人工智能第一次赢了职业棋手 长久以来 围棋啊 被认为代表着人类的终极智慧 它是机器驾驭不了的 哎 这一回啊 职业棋手 竟然就输给了机器 莫非这程序开始像人类一样思考了 于是啊 不少人就开始脑补科幻小说的经典情节 高度智慧的人工智能 获得了人类同样的意识后 反过来对付人类 其实啊 这担忧啊 有些奇人犹天啊 这谷歌团队就说了 AI下棋 他通过学习了成千上万局人类高手的比赛 总结了各个局面下的佐点 提炼了特征 所应用到目前的棋局 本质上还是一个分析数据进行预测 他们一点都不关心赢得比赛 他只是专注于能否复制出人类棋手会下的棋 这与这个电影终结哲理 像天网那样带有自我意识要统治世界的邪恶机器人 那不是一码事啊 当然了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啊 机器觉醒带来的真正挑战啊 恐怕啊 是有可能抢走你我他的饭碗 你比如写这个财经报道 同声翻译 艺术鉴赏等等 像有研究报告啊 就显示 说到了2020年不远吧 估计啊 有700多万人要失业 被谁抢走饭碗呢 被机器人 我们回到文章标题 AI颠覆围棋 人还剩下什么 这机器变得越来越这个智能了 要是不想被机器人淘汰 咱人类剩下什么呢 剩下的就是多动脑子 多思考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词 第一个词 孝星地图 前不久啊 一份这个孝星地图在网上迅速走红 引发关注 这个地图呢 就显示了咱全国30多个省的孝星指数 还有详细的排名呢 我们来看啊 这红色区域就是前三甲啊 分别是河南山东和安徽 蓝色区域东三省排名垫底 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城市排名呢 也比较靠后啊 看到这么一份地图 有山东的兄弟就说了 我们是孔孟之乡 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论孝心 那绝不比河南差 这一次怎么就排到他们后面呢 我们大山东表示不服 还有东三省的哥们就说了 说我们垫底 我们不孝顺 这太埋太人了 咱们这嘎嘎对爹妈好极了 啊 这个据介绍 地图制作者呀 他是一位大数据的分析员 他以各地保健品购买量 作为一个数据基础 建立了数据模型 然后呢 就得出这么一个孝心地图 其实啊 这个地图是不是准确 咱也不用太较真 毕竟孝还是不孝 跟买什么多少保健品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回家过年 陪伴父母 那就是最好的孝心 下一个瑞词 孔老正 又过了一年 很多人就感叹 又老了一岁 所谓的孔老正啊 指的就是这些人啊 明明正值 中年四五十岁呢 就天天感叹自己老了啊 情绪啊 消极 有的时间呢 是都耗费在什么打麻将啊 打扑克牌上 还有的呢 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了下一代 下下一代 对自己呢 完全丧失了信心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态 就是觉得人老了 这辈子 没指望咯 精神世界变得空虚咯 人到中年 要防止孔脑症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呢 就是多学新东西 防止安于现状 那句老话呗 活到老 学到老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咱们杂志话题多呀 要等到大年初八的中午 才能接着说 节目最后呢 要祝所有的观众朋友 春节快乐 万事如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